主教练卧队对自己的球队非常自信 在采访时对胡人总冠军赞不绝口 但是不能一棒子打死胡人的争冠可能性 但是就目前账面上的实力来说 概率并不算很大 喜欢一支球队 直指是无可厚非的事 只是理性的角度来看待的话 你能够对球队有更清楚的认识 设定的目标也更接近预期 至于说我论的言论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做一种鼓励和自信 不仅限于现阶段 还包括胡人的未来 所以不能只看到字面上的意思 单纯的把这当作信仰 另外大家别忘记 在采访詹姆斯的时候 詹姆斯亲自承认下赛季的冠军就是勇士 并不是胡人 持球人多 但持球进攻的威胁不足 鲍尔 龙多 士蒂文斯 詹姆斯 英格拉姆 库兹马 比斯利都能一定程度上承担持球者的角色 可单论对篮筐的威胁 只有詹姆斯 英格拉姆 比斯利在水者之上 其他的球员 没有足够的进攻能力 创造机会的属性自然会被削弱 比如龙多 防守球员经常放他三米远 鲍尔修萨奇的投篮 若没有长足的进步 也不能够在头射方面有足够的贡献 假之 胡人目前的射手配备真不算出色 充其量就是波普 哈特格库兹马 紧就空间上 胡人的进攻稍显干旁 很可能在阵地战中 被拖入慢节奏绞杀的过程 内线配备 如果不 出意外的话 胡人先赛季的内线是麦吉 替布什瓦格纳 这样的组合在西部是很吃亏的 麦吉有天赋 却不足以撑起一支球队的所有攻防任务 即使进攻端胡人游很好的掌舵者 打起大差 麦吉能无限吃饼 可是防守的话 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 我知道他在上赛季季后赛 面对阿尔德里奇 有很好的防守表现 可是 你应该也清楚打火箭的时候 麦吉即会寥寥 我们把夺挂当作胡人的目标 麦吉就不会是胡人的最终答案 年轻 跑动多 奔向球出色 且妄论打造了一套体系 所有人都愿意按照体系打球 这是一种良性的舰队方式 在张姆斯的掌舵下 能继续升级 直至养成球队约定组成的习惯 防守效率出色 除了5号位上的防守可能不如上个赛季 其他位置的防守依旧保持着比较强势的姿态 这对于他们打防守反击是有必义的 而詹姆斯 龙多 奥尔就是最适合在场幻境空中担任指挥官的球员 加上运动能力出色的风险 或许会是胡人下个赛季的进攻主旋律之一 其实 胡人在考虑勇士之前 不妨先考虑火箭 雷霆 只是这样的球队 很多球迷都在说胡人可能进后赛都进入不了 但是小编认为只要有詹姆斯的球队 季后赛不成问题 如果他们展示出比上数球队更强劲的竞争力 再来考虑有事也不值 因此 好戏不怕玩 大家不如保持一点耐心